我发现你现在越来越欠周了 别动别动 开不到这开模式 快去买个自行车去开 当近站我的车子就出现问题了 大家好我是五股一 昨天开着这辆新买的大通V90翻越折夺山的时候 我全程是用那个手动挡去开 那个时候我挂着二挡 它突然就跳到五挡 然后面五挡动力不足上不了坡 就直接熄火倒溜了 在启动的时候就那个变速箱的故障灯链了 确实是吓我一跳 现在比较麻烦的就是在这里维修检查 找不到地方 现在就只能先开着 确实是挺影响心情的 这就是咱们昨晚的露营地 你看大家已经在做饭了 趁着天晴把船收拾了一下 还是挺舒服的这几天 睡觉 这脸子阿拉斯加老是围着我的车转 想找我的狗子吴长王 但吴长怕它都躲在车底下 今天呢我们就在这里修整一天 然后面在这朋友这里露营 可以在这里洗澡还有洗衣服修整修整 你看就是这位朋友 趁着天气好把衣服也给洗了 这鱼已经煎好了 肚子是不是 在这种环境下吃饭享受呀 是不是下掉了 现在吃完饭开着我这一辆车 去塔公草原溜一圈哎这个风实在是太大了 顺便试一下这个车有没有问题 好走吧直接开吧 所以你们我去试一下啊 有可能知道技术不行不会开车 你暂停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真的 因为这个amnt这个挡啊 他跳胆又不是我操作食物 他是他自己跳胆的呀 你不会开不会开你了 我试一下就知道了啊 我爬坡 直接开吧 不走啊 没有走你看像开飞机一样这么好开 你还不好开 不会开车开啥开吗 直接买个自行车去 以后不要开车了啊 以后就买自行车了 兄弟们真的特别好开 小脸我发现你现在越来越欠舟了 别动别动啊 别动 你说话注意点 亚拉雪山 我这个上面的鸡子深厚啊 咱们现在已经到了塔公圈 看一下太阳太大太赤眼了 风好大呀 那边你看有人骑马 那个远处的雪山应该就是亚拉雪山了 哎呀这个雪山真美 那个白色小站盆还是小卖布呢 这里的气温低 你这些马的毛都特别的浓密哦 你看 现在我们看一下能不能到达雪山更前 我们想顺着这条小路开到雪山边 但是碰到了之前疫情的卡点 你看这个卡点一直都还在 然后面它这个小车可以直接过 但是我这个车太高了啊 很低你看 它已经深缩不上去了 现在全程开这个土路上去 希望不会把它砍坏了 哎到时候好像把它给拆了 刚才就是沿着那边往上开 现在继续往上 真的是挑战的时候到了 这个土路这个城土实在是太大太夸张了 这外面的风太大了 你看这窗户一打开 衣服成这样了 诶 这里的都是越野车啊 没背包就能去 这里的风实在是太大了 必须得好好夸下我的大面包 咱们看一下 这一路上全都是越野车 没有大面包能到达这里 咱们看一下 我们是从那边 那个村子拍着这种路上来的 接下来呢 也要沿着这条路往那里走 你看 那边还有J字形的盘山路 这边一直到那个雪山底下 你看这个城土多厉害 看一下这个路况坑坑洼洼的 现在我的车的底盘是这种情况 待会下去了还真不知道能不能上来啊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刚才那个J字形的山坡这边了啊 你看到已经到这里了 J字形 你看全都已经是雪山了 你看 已经这么高了 但是刚才车子高反 那个坡冲不上去了 待会 熄火 试一下还能不能冲上去 这真是不知道能不能上呢 这坡太陡了 哎呀 这打滑了 哎呀 一股轮胎的烧焦味闻出来了 哎呀 哎呀 上来了 在这里走几步都是喘的不行啊 看一下门 现在已经快接近雪山了 好不容易把车开到了雪山脚下 你看本来想拍一个日照金山的 结果你看 结果你看雪山被乌云遮住了 这里的天气变化实在是太大了 刚才我们上山的时候 这边的天气还非常的好 现在一会儿就给乌云给遮住了 不知道待会儿还能看不看得到日照金山 你看 这里的雪都还没有融化 我的车还停在那里 如风一样自由 无所谓故乡 如风一样自由 看突然下起了大雪 今天与日照金山没有缘了 只能往回走了 哎呀 这个雪真大 现在回程就好走了 都是下坡 那看这边又念了故障码了 然后还有那个变速箱故障码也出来了 在不停的提示 那变速箱故障 哎 到三下天气又好了 又出大太阳 上上没下去 现在已经回到露营地了 待会儿跟他们一起吃个毛流肉火锅 现在好像高反越来越严重了 也好红发烫 这么多人在这里吃着露天的毛流肉火锅 郑重的毛流肉 今年自驾西藏热到吧 兄弟们真的 对 赶紧出发啊 赶紧出发 对赶紧出发 赶紧出发 你看 满满的一大锅 已经吃完晚饭 准备回车上睡觉了 因为还是有一点点高反 明天我们就会出发前晚礼坛了 好了 喜欢我们的点点关注吧 谢谢大家